那谢老师一开始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个人的一些相关背景好不好 我是这个德瑞森自然医学中心的这个细胞分子矫正医学的讲师 那在过去的12年的时间呢 都一直在从事分子矫正医学这一部分相关书籍的翻译 还有课程的讲授 好那关于这本书的这个作者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汤纳鲁定医师 对这个作者Donald Rudin他本身是在做这个分子生物这一部分的研究 那他尤其跟那个细胞分子矫正医学里面这个前辈啊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叫做这个Albert Hoffman 他们从事对于精神科疾病的这个用细胞分子矫正医学的方法 也就是说利用大剂量营养素的方法去做治疗 那他们原则上这一本书呢 就是他跟Dr. Hoffman大概经过十年这个追踪啊 还有临床上的观察 对于Omega-3这一个必须脂肪酸 对这些严重的精神病患呢 在治疗上产生什么效果的一本这个研究报告的集结 所以简单讲就是Omega-3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细胞分子就对了 那是当然的啊 因为人体的细胞膜啊 所以为什么Omega-3这么重要 就是说人体的细胞膜的结构原则上啊 它是由必须脂肪酸所构成的 对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Omega-3 那Omega-3主要的来源是有哪一些 像我们过去印象好像鱼油就有Omega-3Omega-6对不对 那还有哪一些食物的来源Omega-3 我们书上有一个表列 那上面就有很明确的在说明说 这个当然讲到脂肪它是非常复杂的 它有分这个饱和不饱和啦 然后不饱和里面有分单元多元啦 那Omega-3这个东西呢 是属于在那个polyunsaturate 就是说多元不饱和里面 原则上它有Omega-6跟Omega-3 那因为Omega-6的来源非常多 Omega-6的来源包括我们平常所接触的这些脂肪 花生油 玉米油 黄豆油 像玉米油 黄豆油就是一般我们所称的沙拉油 那这些麻油啦 芝麻油啊 这些啊 都是属于Omega-6的油脂 也就是说原则上我们从日常饮食啊 它摄取的来源是非常非常丰富 那反而是Omega-3它的来源非常的稀少 如果以动物性的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这个以鱼油啊 我们所知道的所谓鱼油啊 海豹油啊 那植物性的来源呢 就更少 那这个我觉得亚麻人籽油啊 这个应该是上帝给这个人类的一个礼物啊 它有非常丰富的Omega-3 那另外的话就是像海藻类的 最近几年有开始在从海藻里面提炼 Omega-3的也有 是说这个来源是比较不普遍 而且取得成本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亚麻人油 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Omega-3就对了 对 因为亚麻人油为什么会被选择 作为临床上这个测试的对象呢 原因有好几个 第一它容易取得 它的来源呢 便宜 然后它有非常concentrate的Omega-3的这个质量 因为像以一般亚麻人籽来说 一般的亚麻人籽就含有这个 大概53%的Omega-3 就是说它榨出来的脂肪里面有53% 就是都是Omega-3 那如果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 叫做Golden Flaxseed 那个黄金亚麻人籽的话 它甚至于高达61到63% Omega-3 所以就是亚麻人油 它的萃取出来的成本是最低 相较于这个鱼油或海豹油这样子 因为分子矫正医学里面 所强调的叫做大剂量 那所以说如果你是大剂量的在使用的话 当然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啦 就是要让大家每天都吃得起的话 才有意义就对 那接下来这本书其实也有提到说 现代人这个营养失衡的一个问题 因为精致食品造成我们的很多危害 那简单来讲就是因为精致食品 造成我们少了很多Omega-3的这个成分 对不对 对其实不只是精致化的结果 就是说我们在农于牧业饲养的结果 因为你饲料比如说过去如果说是草室的牛汁呢 它透过这个摄取青草啊 比如说它牧放在天然的草原啊 那它从天然的这个草料里面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程度的Omega-3 还是母亲呢 它这个如果摄取一些比较均衡天然食物的来源的话 它母乳里面也会含有某个这个一定足够剂量的Omega-3 供给婴儿使用 那由于我们的这个整个饮食在改变 那我们的畜牧啊 一些这个方法在改变啊 所以导致于我们食物来源的Omega-3非常的稀少 所以刚刚就有讲到说这个牛如果是天然的放养的话 它吃天然的牧草 它也会 我们吃的牛肉会产生一定量的这个Omega-3 但是现在很多牛羊都可能都是这个人工饲养 应该不是说很多 应该说几乎都是 一些玉米 因为你饲养的主要的饲料是黄豆啊 对 所以黄豆我刚刚说过 黄豆是Omega-6的脂肪 黄豆里面的脂肪是属于Omega-6的 所以说像黄豆油玉米油 这个不是一个这个少剂量的Omega-6 这个是非常高剂量的Omega-6 那书中有特别去讲到 Omega-6跟Omega-3之间的关系 这个平衡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Omega-6跟Omega-3正好是我们人体 这个前列腺素的这个 合成的前驱物 那前列腺素在这本书里面 特别去强调前列腺素 这个东西的运作 也就是说前列腺素 它其实也是有分很多种 像Pg1,2,3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分类 那它各自扮演不同的 这个在人体里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素2呢 我们所谓Pg2 它是属于比较这个容易引起发炎的脂肪 因为它会让细胞膜的通透性变得比较差 那它会具有比较明显的凝血功能 那凝血功能当然也是重要 不然你受伤的话流血不止也不行 但是如果过头的话 它很容易造成一些发炎跟心血管疾病 那Omega-3的话 它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抗凝血的效果 比如说现在很多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他可能就是医生都会开抗凝血剂给他 比如说他有装支架等等 那这些病人呢 在使用抗凝血剂 那如果说他的饮食里面有足够Omega-3的话 其实这个抗凝血剂是可以不需要用 这个临床上都是可以辨证的 比如说你去验他的抗凝血没人时间 你会非常的满意说 原来我使用Omega-3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抗凝血效果 而且不至于会产生抗凝血剂的副作用 就是有他的效果又没有他副作用 所以这本书也大量的用很多这个临床的一个实验 来验证说Omega-3确实对人体有很大的 因为这本书跟其他在讲油的书是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是从临床上去做辩证的 它并不是说这个只是做一个普通的research 然后提供一些比较general的information 它实际上是从病人去观察病人 包括精神疾患 还有这个关节炎的病人 还有这些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那经由Omega-3去做这个大剂量的使用之后 所做所产生的一些临床上的一些疗愈的一些记录 那其实这本书写的这个内容涵盖面非常的广 就是说原来Omega-3会影响到我们的慢性病 肌肤美丽或者是小孩子 或者是精神各方面全部都会被影响 那当然那当然 其实如果要讲深入一点的话 你就要就细胞这个分化的过程去做探讨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最原始的存在都是一颗细胞 是 就是你的受精卵嘛 那受精卵经过七天的分化之后 在这个生理学上我们叫Gastulation 那Gastulation到了七天之后它开始分层 那最外的叫外胚层 那外胚层最后长成了我们的脊椎脑神经系统 还有包括我们的皮肤 所以最近几年 大概最近三年呢 科学家才开始解码说 哦原来你要去了解一个这个患者的 比如说一个脑部有病变的病人 你要去了解一个患者的脑部的这个脑细胞的状态呢 过去你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帮他做这个脑细胞切片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剖开他头颅 去取出他的脑神经细胞 然后去做切片这样去研究 可是现在他们发现根本不需要 你只要去取他皮肤的细胞 因为脑神经细胞跟皮肤细胞 其实是同部分化的 那他们所需求的环境与营养素都是完全相同 所以你才会觉得这么神奇说 哦原来亚麻人有Omega 3这种东西 他不但对于精神疾患有治疗的效果 他对皮肤疾病相关疾病有非常良好的治疗效果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直 分析小正义学里面一直在呼吁说 像精神科跟皮肤科 你们所面临的可能都是同样一个源头的问题 比如说在古典的这个B3缺乏症里面 我们有探讨到维生素B3的缺乏症 因为维生素B3它非常的关键 因为它关系到这个脂肪酸的新陈代谢 那如果说你B3缺乏 那当然你人体无法利用脂肪 那但是呢 如果你脂肪酸上是缺乏的 你在临床上所表现的 就跟你跟维生素B3缺乏是一模一样的 那维生素B3缺乏 我们小学三年级都学过 它得到的病叫做超皮症 因为皮肤是你肉眼可以观察得到的 所以你认为它叫超皮症 但是古典超皮症的患者 它不但只有皮肤的问题 它同时还会有精神分裂的问题 是 这是值得探讨的 但是因为源头都来自于脂肪酸 无法被有效利用 或者是脂肪酸无法被有效摄取 所以它们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一致的 这本书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分析 对于这一部分 好其实这本书的章节非常的多 内容非常扎实 也提到Omega3 对我们人体的很多方面都有影响 那既然有影响 那听众朋友就一定很想知道 那重点我知道有影响 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体质的改造 或者是我每天到底要进行 怎么样的影食的一个改变 对主持人你这种问法 当然就是一般人在问 但是你忽略掉一个重点 就是说每个人的生物化学特质不同 如果是中医来讲 就是说每个人有不同的体质 比如说你今天一个考鸡册 然后每天在熬夜念书的小孩子 跟一个怀孕的妇女 他所营养上的需求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其实会去做一个 其实这本书里面有 就是说他最基本的 你总得从身高体重去做分类 这是最基本的 也不是说每天要设计多少 没有标准答案 那你看你的labor 比如说你怎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一个铺马路的工人 跟一个坐在银行 每天吹冷气的上班族 他们的症状 还有他们就是说身体面临的症状 还有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的 这个类别剂量 都不全然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在分子矫正医学里面 我们几乎是拒绝去回答 这样的一个很general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要的是达到效果 那你如果要达到效果 你就要很明确的知道说 以你目前身体的状况 还有你劳力的类别在哪里 性别 身高体重 年龄等等 去看看你所需要的这个剂量是多少 当然这个书上也有一个很粗略的这个建议 就是说以你的身高体重去摄取 那原则上就记得 比如说像主持人 你可以透露说你大概几公斤 我大概75 OK 那如果你75公斤的话 我们大概就会建议说 你的摄取量会落在70到80 之间就对 70这个cc到80cc之间 每日剂量 那这个每日剂量是分子矫正医学的剂量 这个不是什么国际标准 这个建议使用剂量 RDA这个剂量 那这个剂量是以分子矫正医学的剂量 就是说你这个剂量就可以达到 就是说调整你体质的剂量 也就是他书上讲的所谓 Omega-3体质调整计划 里面的建议剂量 所以那个是简单的判断 但是如果要精准的话 就要透过检测就对 当然因为最起码要做血液检查 比如说一个严重精神疾患的病人 他已经幻听幻觉了 还有跟一个完全健康正常的人 他所使用的剂量 或许差异性会非常的大 好那其实这本书也有讲到 这个亚麻人油 那是不是老师也稍微 帮我们简单讲一下 就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油来用吗 亚麻人油在使用上 它是有它的这个限制 那第一点 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的昂贵 但是它还没有便宜到 可以让你作为一般烹调用油 比如说你要煎鱼煎蛋 当然是不适合 因为我们这个书上有一些食谱 就是后面附入的地方 也有附一些食谱 可以供大家参考 那原则上是不加热 那它必须拌在你的饭菜啦 食物中 还有甚至于打到饮料里面去使用这样 不是说直接就把它取代成花生油 或这个大豆沙拉油 它是没有办法去作为烹调使用油的 是会被破坏吗 当然当然 太可惜了啦 所以一般就是用冷拌就对了 对 好那最后这个老师再帮我们讲一下 如果听众朋友读完这本书 还有一些疑问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透过你们这个庄园来进行一些协助 对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自然医学卫教中心 那如果听众朋友有需求的话 可以就是说我们也有例行性的课程 那他们可以来报名 然后做进一步的了解 最后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的这个目标读者 也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读者吗 就是对健康需求有一些 因为我觉得这个读者群会非常的广泛 因为今天不管你落在哪一个 年龄层 当然这样的一个类别的书看得下去的 大概会是中年上的人 那因为他在健康上 他已经发现说 他健康上已经产生了一些疑虑 可能就是说他的小孩子 对于他的这个 像现在小孩子有很多ADD ADHD 过动 亚斯伯格 然后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他可能这个年纪正好面临到小孩子 可能也有问题 然后家中的长辈也有问题 是 所以这一类的我觉得大概年龄层会在大概 35岁到65岁之间吧 这个年龄层可能会对这一本书产生的兴趣比较大 所以这个如果要跟你们互动 主要也是透过粉丝专业吗 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直接 Google 我们德瑞森庄园自然医学中心 也可以做一个了解 好 那最后那个老师是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听众朋友 或者是一般的人如果透过见诊 然后进行亚麻人油的一些这个饮食的一些改造的话 他大概需要多长的一个时间 我们人体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变 这个应该是蛮立即性的啦 其实你看书中的他很多都是几天之内 或者是几个礼拜之内就有明显的改善 当然你要临床佐证的改善 需要透过一些检测嘛 学医检查啦等等 那所以说如果他检测的时间是拉的比较久的 所以他可能得到的这个数据啊 可能是经过时间比较长 但是就这个受策者也就是说这些患者呢 本身的这些反应啊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都会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那这本书的话 其他的范畴还是算于这个自然医学的部分嘛 对不对 那以我们国内的这个医学的话 怎么来看这个Omega-3这个亚麻人油 对我们人体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 当然现在内科啊 这个其实也都有一部分的医师已经开始在注意这些营养素的摄取啦 那透过十年来所谓的functional medicine 那他们也都开始琢磨于这些营养素的摄取 但是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要达到生理跟这个病理上有一个明显变化的时候 其实那个剂量要push到非常的大 那分子矫正医学里面就强调所谓的这个biochemistry的individuality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生物化学特质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所需求的剂量 还有他所需求的这些营养素的类别是不同的 所以说这个他必须是单方的去使用 没有办法就负方上去使用 但是你现在看到外面的一些保健食品通常都是负方的 我Omega3有多少啦 我的B6有多少啦 我B12有多少啦 我的鎂有多少 当然一般补脑的配方大概就这几样好 那个phosphatidylcholine就是那个软瓶子类的PC那些东西 但是呢 其实在临床上他们分子矫正医学就治疗上来看 他必须要单方大剂量 对 所以说亚麻油变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医师可能比较着重于这个鱼油的使用啦 是 就他落在EPA跟DHA这部分 那当然有多种考量 那因为亚麻油它是比较普遍性 然后价格也比较低廉的东西啦 所以往往在商业的这个考量上被忽略掉 那只有分子矫正医学它对亚麻油是这个 这个挺有独钟 那它可以大剂量的被使用 而且非常的安全 你这书中有讲到 比如说你对鱼油的使用 其实它在剂量上是有限制的 是 因为摄取鱼油的话 当然成本也是一大考量 那再来呢 这个鱼油里面它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A 那那这部分可能会有再来 如果剂量放的太大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不必要的这些风险 就是会有额外的负担就对 因为A我们人体在摄取 本来就不提倡炸鸡 我们是比较留意在这个 它的前区物就是β胡萝卜素的摄取 是是是 因为A如果过头的话 它可能会有一些出血性的风险 所以说我们原则上 对于鱼油的使用 它也是可以用也是很好的东西 只是它的剂量没有办法 像Omega3这样被push的那么大 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谢恩谷老师 为大家介绍奇迹好油 Omega3临床疗愈食录 这本书是由博士智库所出版 那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本书 读完之后有点不了解 也可以透过这个谢老师 他的这个德瑞森庄园自然医学中心 得到一些寻求帮助以及这个解惑 好谢谢我们老师谢谢